公園草地上一格又一格方正的格子内 栽种着许多蔬菜幼苗 这是振兴里的里民们参加 新竹市环保局一里一可食地景的计划 除了充分利用闲置空间 也让原本杂乱的公园变得利益盎然 因为这个公园是个带状型的公园 它非常长 经常没有人在这个地方活动 所以杂草重生 然后整个荒废在这个地方 变成很多人就把狗放进来这边 上厕所造成很多的脏乱 当初为了这个计划案的顺利推行 我们总共花了2600张的DM 让我们所有的振兴里的里民 能够来参与 能够来参加这个说明会 来了解这个计划案的优点及可行性 没想到说我们这个里民 会参与的非常踊跃 新竹市环保局表示 今年度与草根艺事工作室 刘静宏老师合作 陆续在顶浦 虎林和振兴等三个里的闲置空地 引入落叶堆肥循环再利用技术种植有机蔬果 打造出兼具美观环保及健康的社区可食地井环保菜园 今年开始我们特别先从三个里开始 尤其是我们的振兴 顶浦 还有我们的这个虎林 先率先来做 那我想如何透过可食地井跟社区的这个在地连结 那让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市民朋友共同参与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孩子重新有接受这个接触土地 以及了解植物生长的这样一个食农教育 也是我们这个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可食地井呢 我想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在我们新竹市这样的一个都市丛林当中 可以找到闲置的这个土地或者是农地 那再加以利用 新竹市环保局长江胜任表示 都市农耕最大的挑战除了用地取得就是土壤和肥料 希望透过可食地井的示范 将生态农业常用的厚土种植法 微生物菌技术及生物碳技术等堆肥技术 和资源回收再利用紧密串联 达到垃圾减量资源循环再利用生活做环保等功效 台坡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